在黑龙江省加姆斯市第八中学历 是由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班级 从2015年起 曾有十届来自泰国的小留学生们在这里就读 我叫张月球来自泰国 我刚满十八岁 来到中国还不到两个月时间 我和我的九名泰国同学 将在建牧师学习十个月的汉语 同样 在黑龙江省林业卫校的留学生班里 今年也有十二名留学生 正在进行他们的汉语培训学业 我早是这样 十七岁 来自意大利 我刚刚开始在中国学习汉语 加姆斯与我的家乡很不一样 我很喜欢这里 加姆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北阁黑龙江 东阁乌苏里江 分别与俄罗斯的两个城市比邻相望 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 加姆斯的三江平原腹地 四季景色各异 农业资源丰富 是著名的黑土地大粮仓 加姆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是经教育部批准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与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 合作的教育项目 从2005年起 开始接收高中阶段的国际留学生 进行国际汉语水平考试培训 至今接收了来自27个国家的留学生 551名 2023年 共有31名意大利和泰国的留学生 来到了加姆斯 上午的第一节课是汉语课 徐泽阳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开始复习往年汉语水平考试的试题 给某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深刻的印象 那么在中文里 在中文里 something 某物 of some matter 给某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结构 很重要的结构 I think tha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 most it's more difficult to remember all the characters try to write 50 words per day because for I have to prepare myself for HSK 4 and it's 1200 words to remember and I am at 400 Hsk 是国际汉语水平考试的简称 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 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 共分为六个等级 成绩达标即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证书 加姆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主要针对15至18岁高中年龄段的国际留学生 进行系统的国际汉语水平考试培训 我们国家这个汉语水平考试 SRK 作为外国学生 它如果能达到四级以后 应该是我们国家一般的大学 就是一个入学的门槛 基本门槛 如果达到五级六级以后 它就可以申请到我们国家的名校 国家的奖学金 鼓励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 为了训练学生们的汉语发音和声调 班主任侯老师今天将用抽签的方式 带领同学们进行绕口令练习 是胡桃不吐胡桃 来吧 谁先开始 鼻鼻 可以吗 来吧 试一下鼻鼻 是胡桃不吐胡桃皮 是胡桃大腿不吐胡桃皮 好棒 来 下一个 准备好了 好 来 月球 是胡桃不吐胡桃皮 不是胡桃大腿不吐胡桃皮 老师说月球已经达到了中国人说让口令的水准 非常棒 好 有量了 八百标冰套嘴锅 泡冰并排嘴锅跑 泡冰套把标冰套 标冰套哭泡冰套 非常好 八百标冰套考察的是哪个音 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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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分手 这两个音 你在发音的时候 它需要怎么做 上下嘴唇要 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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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們必須用死坦地位 更加暖和納納 我們覺得最初 也不太心 因為要跟著 報告東死 然後再報告地點 如果在HSSK 世界上 都已經回到10年了 就覺得當初 就要跟著4條 但是4條也會 點多4條 然後6條 張月球的家鄉 在泰國曼谷 從小在父母的寵愛中長大 养成了他乐观活泼的性格 15岁时 他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泰国最好的高中 也有了想来中国留学的愿望 我自己选择来中国学习汉语 因为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语言 在这里很冷 所以刚来到的时候 我们感冒了 但是现在习惯了 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 确实是会存在一些水土不服 因为他们在泰国 就习惯于光脚走路 所以他们刚到 巴中的寝室来的时候也是 他们都没有拖鞋 宿舍的老师就经常说 那孩子那么冷的天 他们都光着脚 走廊里也那么走 然后还都躺在地上 睡在地上 咱们中国人看来就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第一次离开家到异国他乡求学 不同的气候 文化和生活方式 都为孩子们打开了视野 也带来了新鲜感 月球和同学们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一方面为了练习中文写作 也为了能记录下这段宝贵的时光 我每天都会在日记里和他们交流 所以这样我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心声 我有一天批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个月球 他那天写的日记 他说他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北方 听老师说到冬天的时候 会下很厚很厚的雪 所以他一直期待着 他更想看到在泰国看不到的雪 在汉语学习之余 学校还给留学生们安排了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活不好动的月球 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太极拳课 非常好 挺好 两个手 两个手离开身体 别贴近身体太高 匀手 一次 两次 这个匀手啊 同学们 一定是两个手掌是面向身体的 然后呢 你这个匀手的位置 基本是在你这个脸前这个位置 就是说你重心大一点 然后左右身体摆动 来 预备 一次 打开 两次 对 在第八中学的两个月时间里 开朗的月球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 其中他和高一年级的刘月琪 因为名字中都有同一个月子 而倍感亲切 格外要好 刘月琪家养了一只漂亮的小猫 放学后 他经常会约张月球一起 带着小猫去公园散步 就在这里吧 这天挺好的 可以 要把它拿出来 咪咪 这男呢 她的绳 那你给她拍拍照 然后我在这里把着她 咪咪 咪咪 看这里 美心 很可爱 虽然国籍不同 语言不通 但是两个小姑娘之间纯真的有意 还是为北国的冬天增添了一份温暖 和张月球一样 17岁的徐泽阳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异国他乡求学 徐泽阳出生在意大利米兰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周六一早 徐泽阳就和自己的意大利同学杰西卡一起 准备前往寄宿家庭过周末 来了 哈喽 来 幽默一个吧 来吧 幽默一个 上车 留学生的寄宿家庭 是由加姆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在全诗范围内征集筛选出来的 为了让学生们锻炼口语交流能力 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18年来 先后共安排了400多名留学生 来到中国家庭里共同生活 李培心是一名电子信息工程师 他和爱人宅雨迪 是徐泽阳和杰西卡的周末接待家庭 你们上课都教学生的了 就是中文老师都教你们 汉语 音乐 哦 花花 历史 历史 你们是用哪种语言学的历史 中文 嗯 那你听得懂 我说 好了 我们到家了 刚刚到接待家庭 徐泽阳就发现 全家人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惊喜 因为直到他过生日 说实话挺为他高兴的 他很喜欢吃火锅 后来我们就决定 就是给 那就过生日吃个火锅吧 就想为他布置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你知道这写了什么吗 祝你生日快乐 啊 很高兴 嗯 你能来 哦 打我们 这个打家庭 给你 带去温暖和快乐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点点 啊 希望我们可以给你温暖和快乐 欢迎来我们的家庭 哦 谢谢你 祝你生日快乐 语言并没有成为沟通的阻碍 中文加英文同样让这个跨国大家庭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祝你生日快乐 哦 来 为了让徐泽阳感受一下中国生日特有的风俗 李培欣一家还准备教他亲手制作长寿面 在我们中国过生日那天呢要吃长寿面 长寿面意味着什么 长寿 就说明 希望我们 长寿 哦 对 长命百岁 渐渐肠肠的 不要断 整个就是这么一根 在中国南北各地 过生日都有吃长寿面的讲究 虽然做法和调料各有不同 但都寄托了健康吉祥的美好寓意 来来来来 知道徐泽阳最爱吃中国的火锅 全家人就一起上阵 彼此配合 手手相传 将一根寓意特殊的长寿面煮进火锅 在中间随手露成长寿面有益 尝尝就像面煮 妈妈说 她希望友情喜欢吃鲜鱼 这什么味道 这面真长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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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长寿面不光形式特别 吃法更加别出心裁 要站在椅子上 尽量不将面条咬断 吃得越长 越有好猜头 好嘞 就是要是有一定的 最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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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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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我们传统的也许就不是面 而是传织是一种生活 传织是一种幸福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 在回忆一个美好的国家记忆的时候 就会想起中国 会想起这一碗唱首面 俗话说 要想留住人的心 想要留住人的胃 初来乍到的小留学生们最先喜欢上的就是中国美食 无论是学校食堂里搭配均衡的营养餐 还是街头的特色小吃 都是孩子们的最爱 喜欢了麻辣汤 东北的烤肉 东北的烧烤 东北的火锅 好吃 食堂的饭菜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我们学校是这种状况 就是到周六的晚上的时候 食堂这边就不开餐了 然后这些孩子就说 那我们想吃麻辣烫 就他们提到吃麻辣烫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意外 他们怎么知道呢 他们说八中学生跟我们说的 说这个东北的麻辣烫好吃 便宜 第一次去吃的时候 他们就是满脸的兴奋 然后呢 边吃边向我伸起大拇指 告诉我老师 好吃 中国的饮食文化应该是世界有名 所以那个泰国学生 虽然短短的十个月在加姆斯 据我观察 每个学生从来到走 平均胖十到二十斤之间 是一个标准 吃那个小脸都吃得鼓鼓的 然后毕业的时候回国了 在加姆斯 加姆斯 不光有各种特色美食 也因为它三江汇流的地理位置 而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赫哲族 世代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鱼猎民族 也是唯一能用鱼皮缝制衣服的民族 为了让留学生们更好地了解 加姆斯的传统文化 今天 老师特意安排了一堂手工课 让他们现场体验 制作赫哲族传统鱼皮画 我们今天来制作的这个呢 都是这个我们松花江流域的 这个以大马哈鱼为主的 这种是原色的 这种是上面颜色 彩色的 然后下面我们用这个画面 我们来制作这个 一个鲜鹤的一个画面 也叫红韵当头 要给人们带来好的运气 赫哲族鱼皮画 也被称为无纸剪纸 通过对鱼皮进行漏刻和剪贴 制作出云纹 山水 花鸟等 生动立体的图案 极具民族风格 小留学生们打算将亲手制作的鱼皮画 当作中国礼物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 也为自己在加姆斯的时光留作纪念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习知识 或者学习语言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外事 更多的是要传播中国的文化 要去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中国文化的一个宣传 我们一起读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 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2023年10月 孩子们来加姆斯学习快两个月了 他们即将面临第一次汉语等级考试 师生们都卯足了干劲 希望每个人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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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属于平舌音 那平舌就是你的舌头要放到哪个位置 牙齿 对吧 舌头去找牙齿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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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那卷舌的音呢 你的舌头要去找你的上饿 对吧 上饿 往上放 对吧 这个音 到中国两三个月之间 是一个最难的时期 汉语的学习处在一个艰难的爬升阶段 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老师 和大家一块儿共同努力 为孩子们这种难度 给一些帮助和支持 加姆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将语言学习作为载体 先后培养了27个国家的留学生551名 目前学员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很多都在从事国际交流的相关工作 为了增强学生们学习汉语的信心 今天学校特意组织了一场 与网界学员视频连线的分享会 今天的交流会上 网界的优秀学员周静雅也来到了现场 和学弟学妹们分享她的学习经验 我叫周静雅 我来自德国 是2015 16年来的加姆斯 然后目前是在南开大学读研 就读研究生研二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中国 周静雅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 曾获得了2018年汉语桥德国赛区冠军 2023年甲骨文碑国际学生演讲大赛冠军 目前在南开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就我刚来的时候是零基础 所以一开始还真的很困难 但是学习这方面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不是说越刻苦就一定越好 肯定是要认真对待 然后认真对待每一届课 就是你们打车呀买东西呀 这些都是很好的练习 我觉得好多都是潜移默化的 在交流会上 来自马来西亚的西马和泰国的富可儿 也与当年在加姆斯的接待家庭 通过视频彼此问号 十个月的朝夕相处 让他们与中国家庭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也一直怀念着加姆斯 可儿过年有空的时候 回来和你的妈妈一起 我们再在一起过中国的年 我们很想见到她 然后我们一起再包饺子 让姆姆给你包饺子吃 姆姆饺子是最好吃的 对 姆姆饺子最好吃 听着往届学生们真诚地分享 孩子们对在加姆斯学习汉语 更加坚定了信心 会向着更好的成绩不断冲刺 这十个月可能看起来很短 也说他都在想着 他们未经许的入经论 币定了信心 事实上的胸子 是最好吃的 抱歉的 也想着想着 你心想着门 你心想着想着 我应该是在这一张 握着脑子 我会溺望这些 看不下去 我会对这一张 这两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